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精彩有趣的娱乐八卦台,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近日31岁的演员陈寅晒出自己回加拿大探望外婆的动态 却意外曝光了自己家豪宅的内部装修,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这次陈寅回家探亲,为了给外婆惊喜并没有过于声张 从她晒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她的突然回来让外婆十分惊醒 从她晒出的动态中大家可以看到,她家的好宅一进门就是大大的楼梯 客厅明亮,装修大气,家里还有一个庞大的后花园 回到家里的陈寅开心地和外婆合影,两个人对着镜头摆出亲密的姿势 陈寅嘟起嘴,亲吻外婆的脸颊,外婆的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 两人的关系看上去特别的好,陈寅是模特出身 在被星探发现后成功通过影视作品出道 在电影韩战中为观众贡献了精彩的表演 非专业出身的她不断的磨练自己的演技 观众看着她一点一点的进步 一路从配角到主演,她走得十分辛苦 在感情方面,她和赌王的儿子和尤亨之间的恋情扑朔迷离 两个人多次分手,又多次复合,感情经历颇为坎坷 前段时间有媒体拍摄到二人在一起聚餐 疑似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何优亨在用餐的时候对陈寅照顾有加 两个人亲密互动,看着像是热恋的模样 其实陈寅自己的身价就并不低 虽然家里不及赌王,腰产万贯 但是十分富裕 她的继父在内地有商场大王之称 她自己也住过价值千万的豪展 开过价值百万的号称 不管现在她和何优亨是分是合 大家都希望她能够收获幸福 在演艺方面不断地带给大家更多的作品 在生活方面,早日迎来圆满的结局 TVB小花陈寅早前就讲过 今年圣诞和新年会返回温哥华和家里人一起过 就算是要隔离,也要坚持回去探望自己的奶奶 14天的隔离很快就过去 陈寅赶上了和家里人一起过冬至 为了家人的健康和安全考虑 陈寅做了三次的检测 肯定没有去诊后又全身消毒 才放心回家见奶奶 刚回到家 陈寅就兴奋地拍视频 想要和网友分享团聚的喜悦 视频一开始 就是她蹦蹦跳跳地走进屋子 得瑟了没一会儿 就迅速转变成了捏手捏脚的状态 像极了小猫 原来她是想给奶奶一个惊喜 看到奶奶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陈寅马上激动地喊了一声 俏皮地对着奶奶用手在头顶 比了一个大大的心 或许是没有想到孙女这么早就回来 奶奶愣了一会儿 彩虹之后觉 对着陈寅狂挥手 开心地大喊 随即走到镜头面前 满脸笑容地和孙女说话 看陈寅和奶奶的相处模式 就能知道一家人的感情有多好 有网友大赞陈寅孝顺 即使在疫情下也时时刻刻挂念着奶奶 也有网友为奶奶送上了祝福 希望老人家平安喜乐 这次和奶奶相见的视频里 陈寅也意外曝光了国外的好展 这也成了很多网友关注的重点 从大大的楼梯走到转角处 一如也连的 先是有着六人大桌的偏厅 透过明镜的窗户 可以看到浪漫的后花园一角 镜头再转90度 就是奶奶所做的客厅真皮沙发 整个屋子的装潢都很有东方气息 一挤一杯都透着满满的温馨感 想来这次和家人团聚 应该是陈寅期待已久的喜悦 就在几天前 她凭借剧集《黄金有罪》 入围了本届事后 但因为迫不及待想见奶奶 她就表示了不去颁奖礼 从这点上也能看出 家人在陈寅心里的分量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明星艺人 为了演出或者是拍摄工作 而失去了和亲人见最后一面的机会 过后这些艺人无一例外都会有后悔 但那种遗憾 却是获多少奖都换不回来的 而像陈寅这样 始终都把家人放在第一位的 在感情上也很少有遗憾 因为他们懂珍惜 也懂得表达 陈寅曾和赌王四太的次子 何尤亨有过一段感情 虽然女方大男方五岁 俩人的工作领域也不一样 但最后还是成功牵手 走到了一起 两人在恋爱了九个月后 两人就宣布了分手 2020年初 媒体拍到了两人亲密同行的照片 就这样又传出复合的消息 不过在镜头前 陈寅却从未主动提起这段感情 前段时间 陈寅参加一个访问节目 因为大胆揭露娱乐圈的黑暗面 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节目中 陈寅自曝她曾在参加一个活动时 被活动方的工作人员要求拉低领口 最后陈寅没有按照对方的要求来 工作人员还到她经纪人那里投诉她难搞 陈寅表示她不是个例 很多女明星都被提到过这种无理的要求 在各种场合通过卖弄性感来博眼球 有时候自己愿意 有时候却是被逼无奈 但还是希望这种风气能少一些 明星艺人也是职业的一种 她们可以唱 可以跳 可以演 而不是苍白单一的卖色相 艺人陈寅是很多人心中的女神 她一直都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即使她是一个蛮富裕的家庭中成长 但是她一直都凭借自己的双手去挣钱 之前有指出陈寅所居住的豪宅价值三千万 她一个人生活着 生活相当自在 陈寅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发表自己的动态 她喜欢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生活动态 在陈寅的动态里面我们就能看到她不少的居家生活照片 当然也能看到她家中的设计 陈寅家中的设计相当不错 很多地方都很适合摆拍 其实陈寅原名叫郑玉盈 她之所以会改名 是因为她的亲生父亲在她出生前就因病去世 后来她的母亲就再婚了 陈寅的新父亲姓陈 她就改姓换名了 但是陈寅并没有和她的母亲组成新家庭一起生活 她从小就在加拿大与她的婆婆一起生活 陈寅与她的母亲关系较为疏远 但是她与她的后父关系较为亲密 之前就有传闻到 陈寅的后父是做房地产事业的 事业也是相当成功 也拥有着雄厚的家产 因陈寅与后父的关系不错 她的后父也比较疼爱她 所以陈寅在后父的支持下 在加拿大完成了学业 回国后生活也是过得不错 但是陈寅并没有因为后父的疼爱 而放弃自我的奋斗 陈寅也是一直很努力工作赚钱生活 之前陈寅就在社交平台上 筛出自己穿泳衣的照片 她的身材相当诱人 之前因为陈寅出入娱乐圈 传说的压力相当大 导致陈寅的身体容易水肿 且陈寅本来就会有点婴儿胖 这使得陈寅的体重不低 但是这些年陈寅都下定决心去减肥 自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陈寅不懈坚持 终于赢得了一个惹人羡慕的苗条身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